MIRROR昨天宣布在香港再開16場歌唱 不過不少粉絲非常憤怒 佳欣上年7月開歌唱的時候 發生大屏幕下跌意外 演唱會被迫腰斬 一心想著上次演唱會票 這次可以兌換, 結果只有刺激 我們接到很多粉絲投訴 大罵主辦單位, 做法很離譜 撲一次票真的很艱難 因為我們沒看到, 其實很期待 可以再有機會看到他們的紅盤表演 所以我們一直保持這張票 期望有一天等公司公布 他們何時會有演唱會 我自己買了MIRROR特別長的尾場 我本身很興奮 因為我買到最貴票1281張 我頭幾排真的很開心看到尾場 我一直收電郵等他們的通知 所以我當時很安心等電郵 因為我是實名制的 有我的名字、電話 加上我的電郵地址 我都沒想過 原來我要主動去主辦單位 自己的Facebook和IG去看 其實我可以追蹤偶像 我可以追蹤偶像自己的官方社交平台 但我不是必要追蹤公司的社交平台 因為演唱會 其實還沒有一個確切的日子 只是昨天才公布 為何要設置一個截止日期 我們覺得很不合理 其實主辦單位說可以退票或換票 不過就靜悄悄地進行 昨天五、六月的時候 在社交網站宣布有關事宜 錯過了嗎?不好意思 割下自理 自問是一個每天看Facebook的人 我都是看不到那些新聞 其實很多人會遇到那些東西 我在樓下的留言 我都看到有人留言說他們錯過了這些東西 然後我就留言 然後大家加入了一個叫做苦主群組 他們有人發電郵 有人去消委會反應 其實尤其是電郵那裡 他們全部都說已經結束了 結束了,不會再任何跟進了 2024的演唱會都沒做 他已經不讓我們做這個退票的事情了 你不覺得整件事很不合理嗎? 我們的感覺就是 你不讓我們退票 如果已經過了時效 但是你把那些票繼續賣給其他人 一變相你就收了兩份錢 在同一個位置 說真的真的失望 想不到現在你連這些 連這些支持者 叫做支持者 不是狂熱粉絲 支持者 血汗錢也要押 現在不給退又不給補 個別SMS也好 電郵通知也好 你不是自己的平台 或者你找一兩個媒體 有時候那些人不在香港 或者不是看那些社交媒體 說錯過就錯過了 那不在香港的朋友又怎麼辦 曹先生和太太長期都要在內地工作 錯過了換票是必然的結果 我們買了2022年8月3日 我們買了四張年位 每一張880元 我當時買這張票 其實是因為我兩個女兒很喜歡她們 現在兩個女兒很失望 因為我們其實之前那幾個月都在國內 在國內我們又何來可以吉思呢 都知道其實去年是很難去買 那我真的很幸運去買了 我只是想換回我應得的東西 我盯點添加的東西 我都不需要 她就是放在Facebook和YouTube 很閃淑 我們都不是不留意新聞 我完全都看不到有些這樣的新聞 你知道在國內我 不可能經常都會翻牆 根本我真的看不到 我沒有聽到別人說過 主辦單位Megafield 今天下午宣布有關對換門票事宜 有得換票的就興奮 沒得換票的就生氣 就著事件 我們亦都去信主辦單位 但到現在都未收到他們的回覆 本身其實是這堆人 在等待他們再看這個現場會 但發生這些事真的是深淡 我心裡有一句說話 其實就是覺得他們買票的時候 鋪天蓋地,高調 但是說到換票了,退票了 他們就收拾了